哈囉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廟會小學堂的現場直播 廟會小學堂的直擊淡水大拜拜 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在淡水南北宣 哈囉 謝謝陳同學幫我們分享 謝謝你 哈囉 各位小學堂的同學大家好 你現在收看的是淡水大拜拜的淡水南北宣直擊 淡水南北宣是一個百年的宣社 在淡水這邊是一個老字號宣社 那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逛一逛他的整個隊伍 好 哈囉 先要帶大家來逛逛淡水南北宣 他整個隊伍的編制 呃 剛才聽陳紅學長跟我們說 今天大概動員了兩百多個人來支援這場繞境 那主要呢都是附近的大專院校 呃 淡江大學 然後跟台北醫書大學很多學生都來支援 那小編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北醫大畢業 然後看到就是現在淡水南北宣這個百年宣社 然後這麼多學弟妹學長姐一起回來付出 然後讓這個宣社可以發展得更好 就很感動 那我們就來看看他是真的有兩百人 我們來把淡水南北宣從頭到尾的編制看一下 首先呢是我們的 棋子 棋子 這是隊伍的一開始 大家會回頭 我們在直播 你們是什麼學校的學生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你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民俗活動嗎 對 那有沒有覺得很熱還是很累 還好 感覺很新鮮嗎 有 很酷 怎麼會想來 老師叫你來 你就來了 就感覺就是在淡水讀四年 但沒有就是走過這樣 所以因為在淡水這邊讀書 然後想看看在參與這個民俗遶境 在地的民俗遶境 對 對 這位同學很棒 因為他讀淡江大學 然後在這邊四年 他就想說 來參加這個在地的民俗遶境 我覺得這份心真的很棒 就是年輕人可以多多關注 就即使你不是這邊的在地人 但是你在這邊讀書嘛 然後就是也是為這邊的繞境啊 神秉奉獻一份心力 真的是很棒 好 那我們往後走 來來來 接下來呢 是剛才那個陳鴻學長 有跟我們介紹的這個我們的大旗 這個旗上面有寫了百年宣社 就是在那個106年的時候 剛好是我們淡水南北宣他滿一百週年 就有做了這個宣慶 然後就有做了好多紀念旗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些紀念旗很漂亮 上面都有繡了就是一百週年的字樣 那今天就是淡水南北宣也都把他推出來 跟大家亮亮相見見面這樣 光是這個旗子就出動了這麼多面 然後其實拉齊的這些都是一些附近的大學 大專院校的學生 好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就是呢 等一下喔 欸 中間 中間被插對了 好 接下來呢 前面看到的就是我們 我們的羅車還有骨車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表演了 所以現在呢 所有的樂手在做暖身 直接在淡水絕運站前面暖身 真的是太強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樂手都會看著中間打Biakko的 也就是我們淡水南北宣的總幹事 也就是我們淡水南北宣的總幹事 今天的衣服也是他設計的 他多才多藝 除了是北館的指揮之外呢 也是我們這一次 呃 這個衣服的設計師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樂手都會看中間這個 古車打Biakko的這一位 我們直接在淡水絕運站前面做暖身 因為等一下就要表演了 因為等一下就要表演了 但我根本不覺得這是暖身啊 太好了 很像正式直接來 所以前面是金屬的打擊樂 後面呢是我們的鎖娜 那所有的打擊樂手跟鎖娜催手都要看中間的Biakko Gi Chu也要注意Biakko他的指揮 所以通常Biakko會安排在隊伍的中間 就是讓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看到將軍 將軍有我們的蟹飯將軍 然後旁邊呢 我們拿這個燈跟火炬的也都是我們的大學生 還有我們附近的淡江大學跟北一大的學生 一起來參與這場民俗繞進 然後我們往後 看到文武判官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的西秦王爺 趙子 趙子很漂亮 那後面呢 那後面呢 也有我們的這個歷史悠久的這個棋子 擺在最後壓陣 好 這是今天主要的隊伍的編制 所以淡水南北宣這一次出動了超過200人 主要呢 就是想要在淡水大拜拜的時候呢 一起這樣 讓在地的這個宣色 然後讓更多年輕人來參與 藉由淡水大拜拜這一個傳統 然後讓宣色 藉由宣色的這個組織 那讓更多的年輕人加入 然後進而讓年輕人注意到在地的文化 傳統 還有民俗活動 小編覺得這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再度直播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淡水大拜拜 今天主要是暗訪 所以我們會請到簡友慶老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淡水大拜拜的暗訪 他主要 他主要是 他是士林神龍宮的總幹事簡友慶老師 來跟大家介紹整個淡水大拜拜 他除了士林神龍宮的總幹事之外呢 他還是我們關渡媽的研究者 那也是觀察這個淡水大拜拜的整個儀式啊 非常久的時間 那小編呢 會請他簡老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關於淡水大拜拜今天暗訪有什麼好看好玩的特色呢 還有整個清水祖師他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分享 那等一下再見囉 那等一下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 3